大家早上好 中午好 晚上好 我是来自于台湾台中的高宣承三传 那今天呢非常的荣幸 受邀我们GC99大家长的邀请 来访问我们台湾的二星传石 萧宇轩二传 那我跟宇轩二传大概认识 应该有二三十年 为什么在我中学还在读书的时候呢 我就已经认识我们的萧二传了 那从小的时候呢 一路上就看到她跟我的母亲呢 一直在组织行销这条路上 一起携手奋斗 那所以呢我对宇轩二传呢 是再熟悉不过了 那一直真的没想到 等到我成年长大以后 居然会有机会跟我们的萧二传一起合作 真的是非常的荣幸 那这样子一路奋斗的过程当中呢 我就是看到我们萧二传 做人非常的成功啊 真的是无私的为团队付出啊 那一直在因缘计会之下 我们在前平台大概一起奋斗了八年的时间之久 那她当然比我更久啊 我是跟她一起奋斗了八年啊 那真的合作上真的是非常的有默契啊 成为了忘年之交 成为了无话不说的闺蜜啊 那一直到去年三月的时候 因为在一个因缘机会下呢 透由我们的吴转啊 认识了美商凯莉啊 那我也看到了凯莉的价值跟非要不可的理由 那这么好的消息呢 当然第一时间啊 我会赶快去跟我的好闺蜜说 为什么啊 因为至少她不会举报我 所以呢 真的是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是不是 她当时呢 其实她完全不了解什么是凯莉 卖什么吃什么的 她都不晓得 她听到呢 我认为不错 她就简单相信啊 绝对支持到底啊 当时我记得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呢 她听得不清不楚 模模糊糊的 但是呢 她只有跟我讲一句话 你不用跟我讲这么多 只要是你已经看过的 评估过的 我都相信啊 你要做我绝对就是支持你 哇 你看 如果你人生呢 可以找到一两个这种啊 真的是自交啊 真的是非常好的自由啊 真的是完全的相信 没有任何怀疑啊 因为她知道我绝对不会骗她 也不会害她 她也知道我不是一个很好搞定的人啊 所以能搞定我的人啊 绝对不是一般人啊 所以我们无资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 所以呢 她就是抱着如此的简单相信 因为我们对彼此再熟悉不过了 她也知道我不是一个会轻易选择其他品牌的人啊 那所以呢 呃 当下呢 她就因为相信我而加入了凯莉 那我们也用一年的时间来证实啊 我们之前呢 真的团队底下有无数的千年蓝宝 万年绿宝啊 真的都上不了聘接啊 在因为简单啊 凯莉人性化简单的商业模式之下啊 创新的商业模式 真正到帮助到在前平台一起啊 跟我们合作相信我们的朋友啊 可以在凯莉这边再创高峰啊 那呃 因为我跟宇轩姐真的是非常的熟啊 其实所以今天让我访问她 我自己也觉得有点怪怪的啊 因为她的心路历程 其实呢 我比谁都清楚了解啊 那呃 我还是希望说 透有我们今天GC99的这个精英访谈节目呢 把我们宇轩钻石啊 她到底是如何成功的这个秘诀啊 我要保出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啊 那呃 我想要请教我们宇轩二次案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呃 我知道你在年纪非常轻啊 二十几岁就加入组织行销 并且啊 她在呃 呃 她之前呢 二十几岁经历一间日商公司 是调整型内衣的公司 哇 那个公司的呃 制度真的是非常的严苛啊 因为那时候我看到 我妈妈在经营那一间日商公司的时候 真的是拿生命在在换换事业啊 真的是不简单 而要上聘节要上到他们的总裁聘节 连续考核三个月耶 每一个月要六百万台币的业绩啊 六百万台币业绩大概多少美金我是不会算啊 六百万的台币业绩 六百万二十万美金啊 每个月要做二十万美金 连续前两个月都要做六百万台币业绩 第三个月还要再考核三百万的台币业绩 整整三个月要做一千五百万的台币业绩 才能成为那一个日本公司的总裁级人物啊 那我知道我们宇轩二段非常的年轻有为 他在二十多岁就加入主机行销 并且成为那一间公司最年轻的钻石啊 听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打破他的记录啊 是一千五百万台币业绩成为那一间日商公司的赚石机 成为他们的总裁级啊 所以呢 我想要请教一下我们宇轩二段 因为一般我们年轻人啊 通常都会先踏入职场工作 那因为到了那个环境以后呢 就变成不敢改变不敢突破自己呢 就成为了一辈子的上班族 那我们宇轩二段啊 你是怎样的思维跟因缘忌讳呢 在这么年轻啊 你没有选择成为一个打工族上班族 而是选择自己出来创业 甚至踏入到组织行销这个领域 并且了真的达了一手好牌啊 亮出这么优秀的成绩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我们宇轩二段啊 你可以告诉我一下 为什么你会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就选择加入组织行销呢 好 全球线上的凯莉家人 大家现在好 感谢我们吴转给我这个分享的机会 是的 其实年轻的时候我真的是有上过班 那我也有创业过 那其实应该从我的求学过程中说起 其实国中的时候我念的是升学班 那我本来想说我也可以很顺利的考上高中 念完大学 然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没想到那一年的高中联考 我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 后来我选择念职业学校 其实那时候我心里真的是很挫折 那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 纵使我没有一张很好的文品 但是我也可以闯出我自己的一片天 所以从那时候高二开始 每年的寒暑假 我都会去打工 那一直到专科毕业 其实打工的过程中 让我学习到很多的社会经验 那也体验到了很多的人情能卵 我告诉我自己 我出社会之后 我一定要自己开店当老板 所以很顺利的出了社会 我开过了火锅店 那我也开过咖啡减餐 其实开自己当老板之后 才知道原来现实跟理想是两回事 因为我的个性比较龟毛 那凡事我都喜欢亲力亲为 那开店的那段时间 真的是我的体力各方面都负荷不了 因为那时候我才24岁 所以后来我又选择回到职场去上班 那虽然我的个性看起来文文静静的 那其实我有一股不服输的个性 那我办公室我站我坐不住 所以我找的工作都是业务性质 因为我知道跑业务 我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那我也可以认识各行各业的人 那就在一次跑业务的过程中 我遇到了一位好久不见的大哥 那以前这位大哥 他是那种不修边幅的人 他怎么忽然间穿着西装鼻涕 而且谈吐也变得不一样 所以我就很好奇问他说 大哥啊你最近在忙什么 有什么好康的吗 那大哥回我 他说他现在晚上都在上一些投资理财的课 学习如何赚钱 听到赚钱两个字我就很有兴趣 我就问他说 那是什么课 我可以去上吗 就这样在我27岁那一年 我听了我人生中第一场 主持行销的事业说明会 那其实整场说明会下来 有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我 他说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 那团队合作的时代已经来临 那听到团队合作我很好奇 那我就跟他讲说 那会后会那个我的上属领导就问了我两个问题 他说你愿意用空杯的心态来学习吗 你愿意投资自己吗 我告诉他我愿意 因为我想知道台上那些人是如何成功的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很认真的学习 我每会必到 那几个月下来 我深深爱上了这个产业 因为我知道它是一个不需要任何的学历背景 也可以让一个平凡人都可以在这里 翻转人生的一个地方 所以就这样我跟主持行销结了不解之缘 谢谢 谢谢三传这是我的分享 哇谢谢我们的肖二传 真的是侃侃而谈 而叙述了他过往 为什么会看见组织行销的魅力 所以呢也是所以每个人 一辈子都会有几次改变人生的机运 所以人家讲死也命也运也 有时候呢身边如果有朋友 跟你分享一个新的讯息 我觉得搞不好他们都是老天爷派下来的贵人 所以呢凡事相信 凡事感恩 不要用着怀疑的心态跟拒绝的眼光 去评断一个人跟你分享的一个商机 或许呢我们呢心态归零 敞开我们的心房 听到了一个人可以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 所以呢我们肖二传呢 就是在一个老朋友的分享之下呢 不小心呢就踏入了组织行销这个领域啊 结果呢他一个直销小白呢 居然在这个领域发光发了 成为一个闪耀耀的大老鹰啊 是不是 所以你看呢组织行销真的不是让你学到了什么 也让你得到了什么是不是 所以呢你看呢我们肖二传说 一个以前呢不修蝙蝠的大哥 居然换了一个领域换了一个生活环境啊 周遭的人脉圈同温圈改变了以后呢 整个人呢更变得更正向啊 更有能量啊 更提升了啊 所以人家讲啊 要做组织要有三态啊 第一个你的形态要先改变啊 你不能老是还是像以前这样子 拉里拉遢的穿着脱鞋就出门啊 这样子你要跟人家说你有多成功 我看也是很难是不是 第二个就是你的心态嘛是不是 所以呢我们肖二传就是看到朋友的改变 引发他的好奇心 到底是什么环境领域什么课程 可以让一个不修蝙蝠的大哥居然有这么大的改变啊 是不是 结果呢也因为啊踏入组织行销 我们都知道组织是一个正能量的磁场 正能量的环境 让他越听越有兴趣啊 从此颠覆了他的传统思维啊 所以呢很多人会说哇进直销会场就是在洗脑 对就是在洗你的脑袋 把你那个封闭的思维不赚钱的脑袋把它洗干净 成为一个富人的脑袋 所以我知道我们余轩钻石啊从二十多岁其实就已经达到人生的巅峰啊 那从二十多岁就是一个小富国啊 我曾经在我高中的时候啊 我只要看到余轩钻石 每次来我家都是开着不同的双B哦 各位是不同的双B哦 大家不知道有几台BMW跟宾室啊 啊或许呢在欧美国家人会觉得哎那还好 可是你知道双B进台湾的关税课税非常的高啊 我们一般平民老板系家庭是不会开到双B等级的轿车 但是我们萧二转家里不再有几台双B的车子啊 永远包包都一大包的现金啊 真的是年轻贵妇是不是啊 所以呢我也是非常向往他的生活 从年轻的时候就看到他财富自由过得非常的优雅啊 这全部都是在组织行销所学到的得到的 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萧二转啊 你这么年轻啊 踏入组织行销这个产业啊 那我讲白的因为毕竟没有经验 没有相关的人脉 你是如何从一个直销小白到直销老硬 那在这过程当中呢 如果你遇到的一些拒绝啊挫折啊跟困难啊 你都是如何呢去解决你的问题 然后呢调适你的心态 因为我们知道做组织很多人呢 真的哈 人家讲的自己的学习不够 出去贪一个死一个 贪两个死一双啊 贪三个死四个啊 为什么呢 连自己都阵亡了 所以呢我想要了解一下我们萧二转啊 到底你是如何在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状况下 一个直销小白 这样子成为我们的组织行销的这个大leader 那这中间遇到的这些挫折跟困难 你又是如何去呢 排解调适你的心情重新出发 那我想要跟我们萧二转挖宝一下 请你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吗 谢谢 好啊 谢谢我们的高传 其实不管做任何的事情 都不可能是一路顺遂一帆风顺嘛 那组织行销也是 那我当我遇到挫折困难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会场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地方 再来就是自己的心态很重要 今天当你了解你是为谁做为何做 那你就不会轻易的去放弃 有任何的理由借口去放弃自己的初衷 那再来就是我觉得自我定位很重要 今天我定位我是一个老板 是一个领导者 那我们都知道嘛 老板要能够承担风险 自负盈亏嘛 那领导者他当然要能够倾坐表率 而且要有要能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嘛 再来我觉得说借力很重要 借助会场 借助领导者 我们都知道组织最可贵的就是 有人交有人帮那有人带嘛 那千万不要闭门造居 不敢开口 那我们都知道小成功靠自己 大成功一定是靠系统靠团队 那也唯有借力实力才能够少费力 再来我觉得说自己自己的目标要明确 才能够坚持到底 那我们都知道想是问题做才是答案嘛 那我们常讲为什么圆灰可以化圆 因为脚在动那心不变 那人为什么不能圆梦 就是因为脚不动心又不定 其实我很喜欢一句话 就是你给自己留的退路越多 你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那我们都知道成功的路上不拥挤 因为坚持的人不多 其实年轻的时候我真的是被破冷水长大的 记得我在那一家日商平台的时候 那时候还才二十几岁 那有一次我听到我的上上署 跟我的推荐人在聊天 那我的上上署就跟我的推荐人讲说 哎哟那个某某某啊 那个雨萱 那像麻烦 这像一样 意思是说 雨萱看起来软趴趴的 做得起来吗 其实那时候我心里想 你就这么看不起我 那我就做给你看 我告诉自己 我虽然没有很好的能力 那我的口才也一般般 但是我有一颗温暖散解人意的心 那我相信天道愁勤 勤能补着 所以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我成为那家公司最年轻的总裁 其实我要表达的是 不管做任何的事情 遇到任何挫折困难的时候 没有什么能不能的问题 是你自己要不要而已 所以我觉得说 在我的次典里 我既然我想要做 我一定是把它做到最好 要不然就不要 这是我的处理问题的一些方法 谢谢 哇我们雨萱二战啊 真的是自知足迹啊 妙语如珠啊 讲得非常的好 还跟我说他很紧张 不会讲 我对他讲得超好的 真的我们出去外面 当然不可能每次谈单都会成功 一定有人会跟你不共平嘛 对不对 一定没有办法 有办法就是把我们的讯息正确的跟他传导 然后呢吸引到对方 有时候就是人家讲嘛 一般人永远没有办法 赚到他认知以外的财富嘛 所以被拒绝是正常的 所以我觉得一切的困难呢 始于你的初衷跟初心 你到底为谁而做吧 对不对 人家讲嘛 知道为什么而生活 所以就可以忍受任何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 所以呢 你看我们肖子刚刚讲的非常的好 你是为谁而做 你不是为上线做 不是为下线做 你是为了自己而做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在于你的心态 是不是 当你为了自己而做的时候 你把自己把希望放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 你就不会依靠别人 对不对 当你为了自己而做的时候呢 有任何的这个困难的时候呢 你就不会去抱怨 为什么 我们不是做给上线 也不是做给下线 是不是 大家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经销商 只有时间早晚的问题 没有谁大谁小的问题 对不对 每个人的成功都是靠努力而来的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肖二传一开始呢 就有受过组织行销 真的是非常正确 跟严格的这个培训 所成长出来的 所以呢 他的心态非常的好 所以呢 我们肖二传 我有看到他的韧性啊 其实他每次呢 遇到一点事情都会说 哎呀 你不要叫我了 不要叫我了 哎呀 让给别人啊 什么的 他是一个老二哲学的人 他不喜欢站上舞台 也不喜欢出风头 但是呢 他都选择默默的付出 有时候呢 很容易让人没有看到他 但是呢 他却永远存在哦 这就像他刚才讲的哈 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成功 有的人可以圆梦 就像圆规一样嘛 对不对 脚在走 心不动嘛 是不是 定着在那里 那为什么有人不成功 因为呢 心不定 脚 心 心不定嘛 脚 哎 脚不走嘛 是不是 所以呢 啊 我真的觉得我们雨萱二传 真的是分享的非常的好 所以呢 其实我们人呢 遇到任何的问题 其实找回你当时的初中跟初心 还有去思考一下 你到底是为了谁而做 当你为了自己而做的时候 其实你就不会感到负面 或者是抱怨跟挫折 哇 所以呢 真的是啊 我可以看到我们雨萱五姐 为什么她在所有组织行销 都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佼佼者 成功的大力的啊 啊 就是因为她每经营一家公司 至少十年起跳 那大家都知道她现在只岁了哈 他每经营一间公司都是十年的经历啊 我们都知道嘛 创业不是两三年的时间嘛 但是在组织我们看到很多人呢 啊 没有三五个月又换一间 是不是 就是因为嘛 他心不定嘛 脚乱跑是不是 所以呢 都不会有大成功 当你经营一个事业不到一年的时间 别人或许都还在观望你 他当下拒绝你不代表他们不要嘛 他或许在观望你做多久 对不对 你做得久定得住我再来跟随吗 是不是 但有的领导者他永远成就不了自己 为什么 他都做不到一年嘛 甚至半年八个月十年 半年十个月的他就跑平台了 对不对 那你想你身边的周围的朋友 看到会有什么感受 哦 还好 我当时没有跟随你 也免得马上又被割韭菜了 又不知道被换到哪一家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啊 现在的人越来越有智慧去判断了 那我也看到我们的肖二传 因为他在每一间公司 他找到自己的初心 他知道为谁而做 所以呢 他无所畏惧 对不对 而且他任性这么强 越有人泼他冷水 他越坚强 你不要看他 啰啰啰啰的 好像没什么脾气 他脾气可大了 也不是啊 他就是 他的 这个 这样怎么形容 非常的坚定吧 你 他 因为宇轩二传 他非常的爱念子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其实如果你要激他 我觉得人有很多类型嘛 有的人适合用激将法 对不对 有的人适合用鼓励的方式 我们宇轩转比较适合被激将法 你要他成功啊 就是呢 泼他几次冷水 他就长成神木给你看 对啊 所以他刚才讲的那个小故事 我大概已经听了快二十年了 那小时候我就听我妈妈说过这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很年轻的妹妹 二十几岁啊 因为他们是同一个上线嘛 上线说 他这么软弱 这样子能够成就吗 能够撑得起一千五百万的业绩吗 哇这句话不小心被他听到啊 哇在他心中揽起了一股透智啊 用一个月的时间冲给大家看 真的是不简单啊 所以其实我也跟他聊过很多 他说回想起来 有时候一个人的成功真的是被逼出来的 他说如果以他现在去回想当时的心路历程 有时候想到自己都会害怕 当时到底是怎么有办法进去一个客户家 就是百万业绩出来耶 只要进一个客户家 就是三美金起掉的业绩单啊 所以呢 他们这些大老英级的人物啊 要一个月做一千万的业绩 对他们来讲真的是亲而易举啊 所以呢 在他们这种实力坚强背景的老英 来看到我们梅商凯利真的是 对他们来讲真的是亲而易举 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那我想要问一下我们宇轩二传啊 那其实你在组织行销也这么多年的时间啊 相信啊 交友广阔的你啊 应该在市场上的资讯是非常的多啊 真的人家讲啊 每个月啊 不要讲每个月 每天全球都有一间公司起一个新的盘 那每一间公司呢 其实都有它的好优势嘛 对不对 但是呢 我想要问一下 宇轩二传 你是怎么这么有智慧 因为我发现你选择的 你从以前到现在 从以前的日商到美商 你前两局的公司 真的对业界都是 引领我们全球业绩的 非常好高尚大的公司 我发现你的选择能力判断 真的非常的厉害 那想要了解一下 在市场环境这么竞争的状况下 真的平台比阳台还多啊 你又是如何在这么多公司之中 看中了美商凯莉 并且选择了美商凯莉 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吗 谢谢 好的 其实会接触凯莉 我真的还是要感谢我生命中的贵人 这是我们的宣程三传 感谢他在第一时间把这么好的讯息分享给我 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把我的重心转到了传统产业 我投资在两家的长照机构 我本来就想说啊就这样子平平淡淡的过日子 没有想到说宣程三传的一通变化 让我整个人生下半场的计划大改变 那基于我对宣程的信任 那我只是刚开始简单的相信基于对他的信任 因为我太了解他了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那我知道他是一个很不容易被动摇的人 而且他是一个做事情很谨慎小心 那今天他会毅然决然的选择华丽转身转战凯莉 一定是有他非要不可的理由 那那时候我只是简单相信 简单的就跟随着他 没有想到说我深入了了解之后 我发觉我真的是发现了一个大宝藏 那凯莉他真的是百年难得一件 千载难逢的一家公司 那我们不仅仅有全美海航前五大的 副一母公司当后盾 那我们更是产供销一条龙的公司 那我们独一无二的一个产品优势 更拥有19项的国际权威认证 还有我们全产品全部进入 美国医师用药指南TDR 这个真的是我吃了十几年的保健品 我都还不知道什么叫PDR 凯莉他真的是让我很赞叹 那再来就是我们超人性化的 210的奖励制度 他摆脱了大象腿子 赚积分不赚钱的缺点 而且让一些只是爱用者消费者 他都有机会可以参与公司分红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也是前所未见 其实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我们的老板 我们的林博士 其实在视频上听过他讲过一段话 他说天底下最大的捷径就是不要走捷径 就实在在的把高效的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 这才是最大的捷径 其实听完他讲这句话 我心里真的是很安心 我今天可以跟到一个这么中厚善良 还有这么一个敬业靠谱的老板 我觉得真的是一大福气 因为业界太多老板 都是以赚钱为目的 很少用这种利他的心态来经营 所以其实会选择凯利 真的是有这几种原因 再来其实我要分享的就是 我家人使用产品的一个见证 真的是忍不住要分享 因为我先生他是肺腺癌患者 那我没有想到说 其实他那时候吃标宝 那标宝的后遗症就是 手脚的甲勾炎很严重 再来就是他的胃肠蠕动很不好 他每天都要吃一颗的软便剂 他才能够去上厕所 那我没有想到我们的PQQ氢气片 还有我们的早来益生剧 居然可以让他这些症状完全获得改善 其实他使用产品之后 整个人的精气神 我如果不告诉你他是一个患者 你根本看不出来 他是一个癌症四起的人 所以其实这么好的一个产品优势 我忍不住要去分享周遭那些 其实很多人都在找寻一个好的产品 好的一个机会平台 其实就是这种初心 让我不得不全力以赴 我不敢犹豫 我都是这样子静静安 就是很全力以赴的 战战兢兢的 要把这么大的一个伟大的平台 给分享出去 这就是我选择凯莉的理由 谢谢 哇谢谢我们的肖二传 对啊从一开始的简单详细 因为他知道我是非常难搞的人 只要听过我故事的人都知道 我是从小在组织行销这个环境长大的 虽然没有深入了解 但是却严重的排斥 对啊自己都从小在OPP会场写功课 但是呢对于组织行销 我们当时也看到一些 囤货买聘的这个肉席 那所以呢从以前 我是非常排斥做组织的 那所以他也知道 在前平台我的母亲跟我沟通了 整整四年 我不吃产品听也不听 会场也不进去 我觉得一切都是套路 所以他就知道我有多固执 一旦我不认同的东西 我是完全不会接受的 要影响我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但是一旦我下了决心 我的毅力跟坚定力 是比别人还要恐怖是不是 所以在一路上他都非常的了解我 所以当我跟他分享美商凯莉的时候 他会觉得 啊是谁跟你说的 谁有办法撼动你 是不是 那真的是因为我们看到凯莉的价值 凯莉真的是不一样 我们都知道很多生命案中边的朋友 我们之前跟他分享过一些商机 但是却没有挟入到伙伴成功 其实我们心里也是背负的莫大的责任跟压力 但是当我们看到美商凯莉 这么好的商品 这么好良善的老板 你看我们的林博士 真的是灵魂非常纯净的人 真的不是为了利益 人家想向游新生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两个老板长得非常的忠厚老实 看了就令人赏心悦目是不是 所以呢 我相信我们老板的起心动念 是针对一个公司能不能走的长远 非常重要的关键 再来就是我们210的人性化制度 真的 我们于轩 差点讲成于轩绿宝 万年绿宝 叫习惯 我们的于轩二传 真的在我们前平台 真的我看到他真是拿命 冲到一个绿宝 真的是不简单 我到现在对于当时我们奋斗的心路历程 真的是血汗两个字 所以为什么感情会这么好 因为我们一起努力过 一起打拼过 是不是 我们都知道这一份的情感 真的是得来不易 那我到现在都已经几年了 我对于当时我们冲聘的一切景象 我都还历历在目 我们是哭着一起冲了 想到就非常的感动 所以呢 所以做组织就是可以得到这种 在神明上非常 人家讲共患难的自由 那所以呢 真的 看到我们于轩战时在第一时间 就选择相信我 并且全力以赴 那我相信呢 真的是公司的平台实力呢 跟我们产品的优势 再加上我们的制度的人性化 真的我们看到这个制度的时候 我们心里想 如果我把我现在现有的组织 我付出一样的努力 我只是换了不一样的商业模式 结果我们的这个努力的结果 真的是会差三倍以上 我常说 在前平台我们这么努力 我们轻推延伸好多会员 几万会员 我们不是万人团队而已 我们是好几万人 将近十万人的团队 但是我们却有八成以上的伙伴 没有办法成功 所以我们背负的非常大的压力 跟责任是不是 那不是大家不努力 大家通通得很努力 但是因为制度考核 双区碰局的关系 没有碰局就没有奖金 大边的伙伴 也都是我们所推荐 推广出来的 那你领不到他们的奖金 我们一样要协助他们下市场 看到伙伴都领不到 双碰局奖金的时候 就如我们之前上课所听到的 情何以堪 对不对 那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伙伴 继续在这里做白工嘛 因为大家都有他们的经济缺口嘛 对不对 所以看到伙伴一个一个流失 其实心里都是在弹血啊 但我们却找不到任何的理由 留住他们啊 真的对他们也是非常的亏欠 但是当我们看到凯莉210的制度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啊 我们就觉得怎么会有这种老板 因为我们知道双鬼打不出痛局的时候 是回流水库耶 全部都是老板在转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哇 这个老板到底是只会学化工 不会学数学吗 还是怎样 他怎么愿意打单鬼 就让我们领这么多奖金 打单鬼就有七大奖金 那第八大奖金是在于 我有能力 我如果可以全力以复空失边的时候 我可以一口气追回我之前所有的累积 为什么 因为我们积分不归零不封顶嘛 我只是暂时放在那里 不会不见 所以我会觉得说 哇 这个老板也太人性了 真的是非常的仁慈 所以其实懂制度的人 懂商业模式的人 看到凯莉 真的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那我觉得也是非常谢谢我们的于轩二专 在第一时间选择相信我 要不然呢 我们也不会有后面的过程 是不是 所以你看 因为凯莉的商业模式 我真正帮助到在前平台 很多还在找机会 还在盼望组织的人 在这里真的都得到财富上的自由 而且可以帮助到所有伙伴成功 那也无意间 不小心看到我们于轩专职的劳工啊 哇 在两年前呢 我们曾经开会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先生得了飞线癌默契 就直接泪洒 泪洒会议 你知道 在会议当中他就哭了出来 然后刚好他养了20年的小狗狗 也离开了 那时候 我听到也是觉得非常的难过 跟 就是感同身受啊 然后因为呢 家人遇到这个 这个没有办法医治的这种恶极啊 所以呢 我当时听到 我真的是觉得 替一替一替 小二专非常的紧张 但是 好像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协助到他 那当时产品他们也是 努力的在吃 有控制出状况 但是却没有得到改善 那也因为年纪嘛 他先生年纪都70多岁了 所以医生就说不要再接受电话了的折磨 那听了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很无力感 那真的是这两年他又回去经营他的长照 所以呢 其实这中间有两年的时间我们很少联络 那后来真的是在去年一个姻缘机会下 他一开始是选择香气嘛 再来他一个想法就是换个品牌吃看看 反正他先生的身体状况需要好的保健食品 所以呢 他就拿着凯莉的商品给他先生吃 没想到才吃多久 他老公跟他说你给我吃这是什么药 老公跟他说你给我吃这是什么药 没想到他这两年因为癌症的关系 饱受这个副作用之苦 因为他们吃那个标靶药物 整个头皮都烂掉 手甲都子宫眼 我听说他先生没两个月啊 要去医院在手指头上打针耶 各位你就想拿针打在你的手指头上 这个末梢神经有多敏感有多痛 打真的是蛮轻死大酷刑 打这个什么 指痛剂是不是 打进去把指甲拔掉耶 因为为什么 他那个副作用子宫眼 他的那个手指甲都烂掉嘛 都流浓嘛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洗头嘛 没有办法碰水嘛 你想整整两年有多痛苦 那个手旁边全部都是烂的 还要砸针把指甲拔掉 这不是蛮轻死大酷刑 这是什么 每两个月拔你指甲一次耶 你受得了吗 然后他这整整两年 他的手指头脚指头都是包包包 那个杀布包裹着 然后我们听了都 因为我们都认识很久 听了都很难过 就会觉得七十几岁的老大哥 还能熬多久 是不是 然后整个头皮都烂掉 然后呢 副作用导致他们那个什么 肠胃黏膜都受损 排便不出来 排不出来都严重便秘 开软便剂 软便剂老人家吃了 又忍不住 你知道 就不敢出门 不小心就会失禁 那不敢出门状况下 导致人就忧郁 你看真的是 引发了很多相关的并发症 连精神问题都非常的困扰 那所以我也知道 宇轩说在那时候 因为他先生的关系呢 正视到了长照的重要性 所以他也花了好几百万台币 去经营长照这一个生意 所以呢 真的是没想到 因为我们凯莉的商品啊 居然改善他先生这么多的问题啊 真的让我们觉得 哇真的是奇迹耶 听说他们上个礼拜去报告 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人的指数 你想一个本来癌末的人 真的在去年到现在才短短一年 他现在已经找不到癌细胞 指数完全正常 我们真的会觉得有时候呢 你的一个简单分享 你真的没有想到 会改善一个人的家庭 改善一个人的命运 改善一个人的健康 真的人家佛陀讲嘛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佛陀 所以我真的觉得凯莉是来救世的 你知道 真是救世来着的 那所以这也是要因为相信 才能蒙福啊 是不是 那我在想请教米娟二战 第四个问题啊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你对于经营组织 这样子过程当中 你觉得要成功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到底经营组织的不二法 能到底是什么 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 谢谢我们的三传 其实我觉得做组织最重要的就是 其实组织就是一个做人的事业嘛 那有一个小故事是这么说的 那从前有一位大师 那他有一个小徒弟 这个小徒弟呢 他从小就天智聪颖 那在学校功课也都名列前茅 那从小学一直上到大学 那也出国留学 那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回来 那他就很高兴又回去找这位大师 那他就问大师说 大师啊我都有照你的话 就是很认真的把功课念完 就是学历也都完成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还有什么事情 还要需要再去学习的呢 那大师就从口袋拿出一张纸 上面写了两个字 做人 他说徒弟啊 学历是有办法 就是有时间可以修成的 可是做人是一辈子修不完的功课 他说啊 做人成功 失败是短暂的 做人 失败 成功也是短暂的 可见做人有多重要 那其实再来 我觉得就是要学会感恩 其实人的磁场很奇怪 你越感恩的话 越顺利 那其实你若是一个正向的人 你吸引的也都是正向的人 那如果说 你是一个不付出 你当然就得不到 那你 所以啊我们觉得所有的美好 都是来自一颗感恩的心 所以我觉得说感恩真的是很重要 所以在这里我真的也是要 很感恩我们的 Steve还有我们的林博士 他们创立了这么伟大的一个平台 那让很多的平凡人都有机会 可以在这里创业 那也要感谢我们我们的林博士 他开发了研发了这么高端的产品 造福了这么多人的身体健康 那再来真的我要感谢我们 GC99团队的大家长 就是我们的吴传 他真的是无私的奉献 从每周一到假日 每天不管是招商 那国际招商课还是我们的NDO培训课程 那还是我们的心灵成长课程 都给我们满满的正能量和干货 那再来真的我还是要感谢我的三转 真的 讲到他真的是 从小看着他长大 那对他只有不舍 那看着他全省这样子北中南的跑 其实真的是很感恩团队 有他真的是我们的福气 再来我还是要感谢我团队的伙伴 谢谢你们 就是愿意相信我 一路上愿意跟我们的心手相连 相互朴齿 才有今天这么一个成绩 那其实真的在凯莉 我觉得他不仅仅 让我的人生 让我的家人健康 那我也帮助了很多 我以前的伙伴 他们在钱品来赚不到钱 可是在这儿 他们也都实现了他们的梦想 我觉得说这是我觉得感到很欣慰的 那真的 全球线上的伙伴家人们 只要你们愿意相信 跟着我们G799团队大家长的脚步 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成长 我们一起在凯莉的平台发光发热 把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分享出去 造福全人类 我觉得这是我的梦想跟目标 谢谢 这是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 谢谢我们宇娟 赚最后的催泪蛋 对啊 真的是 谢谢他 人家常讲啊 做组织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 一举人才可以走得远 所以一路上说起来 真的是不简单 如果没有他们的陪伴 没有办法走到现在 因为大家的相信 大家的支持 才可以创造 台湾这么大的团队跟业绩 这也是我当时始料未及的 我当时其实也是一个 简单的相信 想说这么好的机会 赶快跟 对组织还有盼望的朋友 分享而已 真的没有想到 可以创造几千人的团队 这一路上其实我们都不是 能力非常强大的人 但是我们都是抱着感恩的人 无状态 跟无状态講 做五十ех 如果我们能来 就会对待你 所以 真的是有样学样 那因为一路上 我们都是抱着感恩的心 在扶持伙伴 带领团队 所以我们对上线领导 我们是感恩尊重 我们对下线伙伴 我们是尽心尽力负责 协助 所以我们整个团队 大家的心都是在一起的 我们不分彼此 因为我们的情感 已经不是只在于事业上 而已经是超脱事业 比家人还要亲的家人 所以我们已经是融合在一起 只要与萱姐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我们都非常的 知道彼此心里在想什么 所以当第一时间 遇到美商凯莉 为什么我们会去找她 跟校长 因为我知道 这是两个绝对 不会出卖我的人 不管我做什么 绝对支持我的 所以我觉得 一切的相遇都是感恩 我感恩老天爷 让我在网路上 遇到我们的无传 我非常感恩 我遇到是一个 正心正念的大领导 即使他没有办法在台湾 但是我可以强烈的 透游网路上 透游天空天线 我就可以感受得到 我们无传真的是非常付出的大领导 由他在我心里就觉得非常的安心跟踏实 那有与萱姐校长他们这样子支持我 还有我所有在台湾的团队伙伴 他们的全部支持 让我会觉得 有人陪着你走才走得下去 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我只能说 没有一个坚强的个人 只有一个强大的团队 没有办法 这都不是一个人可以成就起来的 所以我觉得 真的在一路上组织看了这么多 我觉得很多人到后来都会迷失掉 赚不到钱就走 好像都忘记当时自己的初心 那我会觉得说 我们每做一间公司 至少都是十年起跳 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真的得到了很多 我们得到了很多 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是用钱都买不到的友情 跟这种 大家心真的是走在一起 那我真的是 还是感恩 感恩一切的相遇 感恩所有伙伴的相信 这真的就是我们做组织 可以成功的关键 那今天我们的访谈 真的是非常谢谢 我们的萧二战 我知道他现在关闭 萧二战 应该是在旁边哭 对啊 然后就是 真的是非常谢谢 所有伙伴的支持 与相信 然后我觉得 其实我遇到凯莉的时候 还有另外两个领导 一直在 一直在跟进我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直觉相信 我就是要等我们的五转 我真的觉得 还好我选择的是五转 要不然 我听说 那领导也没有坚持 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我今天跟随到 人是不对的人 自己脚步都站不稳的人 我会觉得 那我的心会觉得非常的慌 但是因为有五转 他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环境 分享了这么好的商业平台 那我也相信是 我们五转所评估考核过的 所以我觉得 我有那个底气 带领我的团队 再战一次 真的再拼搏一次 所以我看到我们前面来 有很多大领导 明明就已经没有 实质上的组织 存在的实质意义 但是他们 却没有踏出的勇气 有时候让我们也会觉得 非常的可惜 那我真的非常的感恩 真的我觉得一切 真的是老天爷的安排 有时候机会敲上门 很多人选择看不见 看不懂 看不止 但是还好 我们有智慧的双眼 可能经过家识 都开过天眼 看懂凯莉的价值 那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我们的五赚 也非常感恩 我们的老板 真的 没有什么利润 把所有的 一切回馈给我们 这些消费商 让我们还有机会 再翻转自己的人生 那 也非常 谢谢我所有旗下的 所有 所有钻石 真的这一路上 你们辛苦了 没有你们 没有台湾 这么好的 业绩 那我们这一年 真的也是蛮辛苦的 那 还好所有的领导 都有丰富的组织经验 我们才可以一起 洗手 走到今天 真的非常的 谢谢大家 那也非常 谢谢的 五赚 提供这么好的 这个线上系统 让我们可以学习 让我们心有所依靠 有所盼望 那我们今天访谈 就到这边结束了 那我现在把主持棒号 交给我们 GC999的大家长 我们的五赚 谢谢五赚